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領銜的新研究稱 新冠肺炎的潛伏期最長可以達到24天 專家表示 全球現有的防疫措施可能存在漏洞 醫學研究論文寓印本平臺MedArchive 2月9日發表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負責的 關於新冠肺炎的研究論文 武漢監營潭醫院 中國疾控中心等30家機構 也參與了該項研究 該論文基於全國552家醫院的1099例病例數據 發現病毒潛伏期中位數13天 最長24天 這打破了之前 官方宣稱病毒最長潛伏期14天的結論 如果最長潛伏期達到24天 那就很可怕了 因為它說明不僅國內甚至國際的防疫措施 都可能存在著很大的漏洞 現在的各國基本都是按照中共通報的14天潛伏期 也對這個反國人員進行隔離 如果最長潛伏期達到24天 那麼可能就會有漏網的潛伏期的患者會進入社區 加上這個病毒在潛伏期它就是具有傳染性的 那麼這個對各國防疫來說都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1月30號 安徽省合肥市衛健委就曾報告 該是一名34歲的女子 1月2日自武漢返回合肥 1月25日發病就診 1月29日確診 按此計算 潛伏期長達23天 當時就曾引發民眾擔憂 是不是潛伏期拉長 而合肥衛健委隨後宣稱是編輯比悟 並把該女子的返向日期 從1月2號修改為1月20號 現在外界關注 當時官方究竟是比悟還是瞞報 無論怎麼樣呢 這些數據來自於大陸各級的官方醫院和專家 說明官方是早就知道這種異常現象的 但是卻沒有對社會公布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維穩 24天的潛伏期 它意味著更長的隔離期 更長的封城期 以及更長的企業停工期 而中共呢 不願意承擔如此高昂的經濟代價和社會管制的代價 所以又在拿老百姓的命做一場豪賭 另外 該論文還宣稱 只有43.8%的患者在初次就診時發燒 意味著如果簡易只聚焦發燒 可能會漏症 同時 還有20.9%的患者沒有出現病毒性肺炎 就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外 已有部分患者的胃腸道分泌物 檢測到新冠病毒陽性 需要注意污染物傳播的途徑 新唐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臨時 從而尿寿部落枱 路線發 ór 五公分泌物 洪手 Note 11 和 15名 小ress咖啥的不仲敬縟 好了 也 hope adas了